其实古代考驾照有五个科目的 第一个科目叫明和鸾 明和鸾是车上的两个铃铛 古人讲的驾车的时候要平稳 这两个铃铛响起来的声音 要特别的和谐 然后像过军表 逐水曲 就类似我们科目二 倒车入库 弯道行驶 然后五胶渠就特别逗了 讲的是车在转弯的时候 要非常华丽 什么叫华丽的转身 飘移 就是它转的时候要非常的漂亮 要有仪式感 最后就是竹琴左 因为它要把你的猎曲的野兽 要赶到车的左边 因为拿弓一般是左手拿弓 所以说你只有把五个科目都考过了 你才古代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御者 这样说起来 我们现代考驾照已经不算难